臺灣有一個很特別的樂團 是由六個在臺灣生活的外國人 組成的泥灘地浪人 他們的曲風是一九二零年代 很隨性的爵士音樂 他們用的樂器也很有創意 像是洗衣板還有洗臉盆 都可以演奏出獨特的音樂 他們的最新專輯 包到麥耀秀的封面設計 之前還曾經入圍了格蘭美甲 他們是泥灘地浪人 六位在國外長大的外國人 在臺灣落地生根組樂團 輕鬆歡快的曲風 讓人超想跟著音樂跳舞 最新專輯寶島麥耀秀 帶你回到1920爵士年代 其實麥耀秀在美國有一個歷史性的意義 然後因為主要所有的美國的民謠 不管是民謠還是爵士還是藍調鄉村 早期的時候二十年紀 他們都是在美國的賣藥秀 去演出這種東西 然後就是廣播之前 有廣播之前 這個是一個主要的一個舞樂 就像是街頭藝人一樣隨性演出 泥灘地浪人連團名 都貫徹自由自在的浪人性格 還有團員甚至入籍當兵 當個臺灣人 我本來是交換學生 但是那個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 我覺得台灣對我來講非常的親切 決定留下來陸籍 我有陸籍台灣了 拿到身份證 然後就一直生活在這裡 因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我們常常去山上 去爬山 帶吉他 帶啤酒 喝點酒 就是為了好玩就關音樂 然後我們就是常常我們的腳都是常常有土膩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很 就是我們覺得是很好玩的名字 就Modi Basin 那Basin就是盆地 就是因為台北是一個盆地 對 所以就是用地利的方法教我們自己的團 對 泥灘地浪人的音樂 就像是二零年代的街頭藝人 所以用的樂器也很家常 像是桃湖罐 洗衣板 洗臉盆 鍋子等等 都能搬上舞台 它是洗衣板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傳統 這個其實是 不是我們發明的 這個是美國早期的時候 他們都比較鄉下的地方 就是在家裡 他們都很喜歡自己做音樂 這個就是一個桃子 一個棵 然後這個 如果你可以講話 你會講話 你會玩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它是模仿Double Bass 就是大提琴這樣子 這個曬衣服的那種桿子 然後 線就是去錄影店就買了 很簡單 壞了就買一個 隨便找就找到 這首歌是一個歌 我們一首歌 我們一首歌 使用去錄影店 我們喜歡走的路 敵岑路 這個歌叫 敵岑路 這首歌叫 Betelnut Road 不要緊 我們就不想 每次 聽到 那些糟子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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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生活的他們 歌曲自立行間 都有台灣風景 像是檳榔路 寶島賣藥秀 或者是描寫恋愛故事的 中國娃娃 2007年推出第一張 主唱專輯主唱David 校妍 從來沒有想過組樂團發專輯 主要是因為我們玩這種音樂 我們都覺得非常好玩 我們就很開心 沒有觀眾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我們開始這個團體 其實沒有一個開始 我們就是有點不小心的 有那麼多人要來看我們的演出 所以我們就繼續做 美式自由的爵士曲風 卻在寶島台灣發揚光大 你探地讓人繼續創作 一起體驗不一樣的 台灣爵士風情 想 這樣子 你們 組合 我們